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這件事,我覺得一定要說 這件事 真的離譜 其實我們有節目說了 但我也要再說一次 不過這件事真的很嚴重 這件事是昨天的消息 我看到昨天的報紙,但我昨天沒有說 我今天一定要說 因為有些事情真的太離譜了 一定要說了 現在有幾個被告的名字 現在一定要說了被告的名字 因為這些被告 就是仆街中的仆街 人渣中的人渣 這件案 就是有 怎麼爆了出來呢? 就是警察在調查手機盜竊案的時候 有一個十四歲的女兒 跟身體有瘀傷 揭發他就透過交友程式 認識幾個男人 還跟他們在一起 這一段 這也是要加長指引的 這一段 也是一定要加長指引 也要多謝STMI的支持 也要多謝你 這件事 真的是大腦 是大腦到不得了 他們六個涉案的男子 我不是說他們一定有 犯罪行為 但是 現在表面證據 已經看到 他們是 也不是未審先判 他們是 難遲其咎的 現在表面證據看 為什麼呢? 現在就告了他 與十六歲以下的女童 和非法性交 以及 與二十一歲以下的女童 作出 綱交 九中罪行 全部無需答辯 全部 現在還押 八月十六日再審 現在 警方就會做 應人程序 以及調查被告的手機 控罪書顯示 六個被告 真是 糟糕 其實 是有兩個教師 教書先生 搞這樣的事情 一個消防員 一個地政主任 很離譜 是很好的 喏 正仆街 小龐眼說得對 是正仆街 我看到是正仆街 喏 這宗案也是重口味 喏 被告 報稱教書的 一個 就是叫做 譚少俊 二十五歲 地政主任 陳嘉明 三十歲 工程實習生 吳啟正 二十一歲 消防員 曹傑廷 二十八歲 教書先生 文家榮 四十歲 你這個街 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也有 好了 自顧Youtuber 也是人渣 黃柏康 二十五歲 六個人都由律師代表申請保釋 全部都遭到拒絕 在庭上 另外有透露 還有三個涉案者在逃 這些其實是一定要重判的 這些真的是混蛋 為什麼呢 其實六個人都是和十六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 控罪說 譚少俊 就在2023年的5月3日 就在葵聰月品酒店 這個荷湖荷荷灣 某房間 和十四歲女童X 非法性交 吳啟正 就在5月27日 在荃灣福萊村 永寧劉某單位 與X非法性交 黃柏康 6月2日 在葵聰荷灣 某房間 斯麗酒店 某房間 與X非法性交 陳嘉明 曹傑庭 和文家榮 就分別在 陳嘉明 曹傑庭和文家榮 就分別在5月23 5月26日 和6月1日 在葵聰 旭日酒店 湖荷荷荷荷 某房間 與X非法性交 那好了 Youtuber 黃柏康 就控告他 什麼呢 襲擊 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就被指 童年 6月2日 在 荃灣 斯麗酒店 襲擊X 而 對他造成身體傷害 曹傑庭 就被控 這個是消防員 來的 與21歲以下 女童作出 江交罪 那 即是 在5月29日的時候 在 旭日酒店 湖荷荷荷荷 與X江交 文家榮 另外被控管有兒童式情物品罪 管有兒童式情物品罪 管有兒童式情物品罪 這條罪 在有些國家是可以終身監禁的 是這麼嚴重的 那他又怎樣呢 他就在6月19日的時候 在 鹿陽 新村 私座 某室館 有兩張相片 而在該兒童式情物品中 他不是唯一的色情 苗 或對象 哇 你說多嚴重 你說 那 Kokimi 就說那個女生做什麼 那麼 肥咪媽就說 當那個女生是援交 也可以報警 幫幫那個女生 但是 就是這樣說 那個女生 真的是很嚴重 她本身也是很嚴重 但是現在都要保護她 那她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不知道 但是 那個責任不是在那個女生 我也要說 她14歲 心智還未成熟 在心智還未成熟的人身邊 當然是成年人要保護她們的安全 你當然沒有理由 就把那個 還未成年的人 你十四歲 很脆 你真的打了她 這樣是不行的 是犯法的行為 還有 道德上是有嚴重的問題 道德上是有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 喂 你 這些有兩個教書先生 大哥 這個是最恐怖的事情 這個是 有兩個是教書先生 這個我看到我就覺得瘋了 是超纖的 你 現在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 細風日下 那麼 我又沒有辦法同意 為什麼一定要說 Wing 痴央的說法 她就說 那個女兒和父母沒有教女兒 那個女兒和意識上都是接受的 老實說 她接受還接受是一樣的 她接受是一樣的 但是 她身邊的成年人 沒有理由 對一個十四歲的女童去做這些事情 東莞就說 那個女孩子這麼小 就算是自願的 那些男人也是犯法的 沒錯 還有 那個Youtuber 黃柏康 她還要有襲擊 她還要襲擊她 她是有襲擊她的 那 好了 CK就說 小妹妹未成年 她完全不用負責任 她是不用負責任的 我認為 李康康 和Monica雷說 兩個教師是最糟糕的 我也說是最糟糕的 其實她 那 阿嬤就說 那個女孩子沒有說她自己 只有這麼小 沒有說而已 但是 喂 有些事情 就是 一個女人 成年未成年 你看得到的 是不是 就算是早熟 現在的女孩子早熟 你也沒理由這樣做而已 對不對 那Pinky Pinky又說 怎麼揭發這件事 就是 警察在調查手機盜竊案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十四歲的女兒 跟她的身上有乳傷 就揭發她 透過交友程式 認識幾個男人 還跟她們走近 接著警察就抓了那六個 涉案男子 他們是不是認識 我就不知道 WNA就說 這次完全是警察細心觀察發現 我也要說 其實這個世界一定會有一些黑暗面 這個世界一定會有這些重口的東西 黑暗面一定會有 但是 你教書先生 去做這些事情 實在是太離譜了 其實是太過分了 其實是太過分了 這些是過分到不得了 那肥皮媽的說法就不會做某些行為 但是 現在有某些行為 那些人是可以接受到的 所以你覺得 不行 但是有些人是可以接受到的 所以現在有些事情是很麻煩的 那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小時候也能接受到 那當然 家裡沒有教是一樣的 我也要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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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明白為什麼我說教書先生是特別大的問題 因為教書先生他跟小朋友有很多交雜的 這些人大家對他的道德要求是高很多的 老實說,你Youtuber 說真的,我又不會對Youtuber有什麼道德的要求 消防員有沒有道德要求 我又說真的,我對他們的道德要求是很低的 就是對消防員的道德要求 那教育局他怎麼說呢?一定要說 教育局就說 和有關學校跟進事件,並且提供支援 那一定要提供支援的,因為教書先生的名字全開了 還有 那些案件是進入司法程序 就不適宜評論教育局說 但是如果教師干犯刑事罪行 教育局就會在案件審結後審視 教師有沒有失德行為 情況嚴重可以被取消教師註冊資格 就不得在學校任教 那還有 就是地政總署那裡 涉案被告,這個地政主任就是 非公務員合約的地政主任 按僱傭合約就將陳嘉明 就停身停職了 那消防署 就說那個消防員 曹傑庭 28歲 已經被停職 那麼 消防署就重視 消防員的紀律和操守 其實大家對什麼行業的人的道德 是有多些要求的 其實教書先生肯定是有多 要求很多 但是竟然是有兩個教書先生做這樣的事情 是太離譜了 這個是 就是你為人師表做這樣的事情 是太過分 還有 那個文家榮 就是他管有 這個兒童式情物品 你管有這個兒童式情物品 是40歲的教書先生 這個也是很離譜的 他是教書先生 還有管有兒童式情物品 這些是重罪來的 在外國是 就是這些 案件 你說在香港會判多少 我也不知道 但是在外國這些是 非常嚴重的罪行 你在香港 他最高入獄只是五年而已 最高可被罰款一百萬而已 以及入獄五年 但是我跟大家說 這些在外國 因為很多時候管有兒童式情物品 他不只是管有這麼單 他是有份製作的 他還要自己是主角 那些人 說真的 終身監禁都不為過 其實是 看到是很生氣 這次已經開了名字了 如果你有法律責任 我願意承擔回 我自己願意承擔回法律責任 我是根據媒體的說法去說的 因為 這些人太過分了 Sherry C就說 女孩子沒有說他這麼小 也不是犯罪理由 男人有責任 其實 你是成年人就有責任 不要說我是男人 成年人就有責任 對嗎 那 Elsa Tech就說 小白紅米外套 曾經有一個案件 案中的女童 當時只有13歲 看起來只有18歲 心理評估的受害女童是賤 全欣的家庭背景太複雜 特別是父母的背景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事情 你 有懷疑 你一定要看清楚 他的年齡 你明白嗎 這些事情 有懷疑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 他的真實年齡是多少 你起碼要證明 你是做了Due Diligence 其實 ChanceCF 也感謝你的支持 Theresa女就說 整班都是曲街 特別是教書先生 其實教書先生的問題是最大的 我認為教書先生是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你去嫖 教書先生去嫖 我不是說不行 你可以去嫖 但是你去嫖 你也要謹慎一點 是不是 你用這種方法去 認識女生 然後去嫖 也不一定是去嫖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有些事情 內情我不知道 但是 你這樣做 實在太過分了 東莞就說 你不看女生的證件多少歲 就自己拿來賤 其實東莞沒有說錯 有些人是很小心的 他們會看別人的身份證 看看她多少歲 小心 那 Theresa女就說 她的父母也不知道 她為什麼有乳傷 一旦有乳傷 你很難 猜到什麼事情 做父母也 那 Sherese就說 教書是恐怖的 每天都對著這麼多女學生 我看到這件事 其實我立刻想做突發 因為我看到這件事 是很生氣的 看到這件事 是壞到不得了 那 Monica Lui也謝謝你的支持 喏 那 我也要說一件事 就是 這班人 尤其是教書先生是最大的問題 你說了其他的 就是 有沒有 上班時間 去做這些事情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他們這幾個人 舉個例子 地政主任 有沒有上班時候去偷跳 工程實習生 吳啟正21歲 有沒有 上班時候去偷跳 喂 其實是很有可能的 其實是 坦白說 是很有可能做這些事情 那Pinky Pinky就說 好像聽不到新聞有報這件事 有新聞有 我也是跟著新聞來說 好了 算了 那 輝瑞人類比余的いう 高徒說得對 就是打邊爐 看看豬肉有沒有血水 熟不熟 你 不能夠說不知道 就是藉口 這個是 這個是 孫昆就說教師天天見小孩 不可能看錯年齡 這個是 Judy Kroc就說 同意我的分析 成年人不可能說小孩是自願的 或者她是自願還是不自願 不知道了 她只有14歲 甚至還未成熟 好了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支持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就講講一件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去看鐵達尼號的 那艘艇的殘骸 就找回 待會回來講 休息一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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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